众所周知,乱世当中出英雄,在对此类英雄人物进行了解过后,我们亦能从中学习到为人处事的经验,并帮助自身实现更好发展。 三国乱世中,曾出现过这样一位特殊的名将,他父亲死于张飞之手,母亲遭到曹操霸占,在如此混乱的环境中,他并未自暴自弃,反而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知名将领。 这位三国名将,究竟何许人也,他又有着何种坎坷的人生经历呢?读历史,明世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这位三国名将便是秦朗,首先我们从秦朗的父亲说起。 他的父亲是秦一路,是东汉末年的一员武将,但也绝非是出色之中的武将,因为他只不过是吕布手下的一个小部将,甚至在妻子的保护上,他都做不到很好。 一看秦一路的职位,便知他必然是跟随时局变化,转变阵营之人。 开始的时候是我们所说的在吕布手下,但在吕布死后,他很快就投靠上了曹操。 当时吕布面对的是曹操和刘备这两方大势力,无奈之下,他也只能寻求援助。 而援助必然是最直接的一个对象,这时,前去的球员的便是秦一路,话说为什么会是他呢? 那自然是秦一路也有过人的本事了,首先去球员,必然口才了得,与之协商,才华也得跟得上,吕布能将秦一路派出,自然也是经过精打细算的,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 虽然秦一路尽力去争取了,但袁树的想法也不是秦一路说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。 如此,袁树竟想要将秦一路收为己用,甚至为将秦一路留住,还给其又娶了一个妻子,并且还是汉氏宗亲的女儿,由此可见,秦一路也算是各方争取的对象了。 但这时他已有正气,只不过没有跟随他前来。 并且样貌极佳,看似秦一路在袁树这里的待遇不错,但他似乎并没有真心诚意留下,因为对大局有所考虑的秦一路自然知晓袁树的弊端所在,甚至可能还不如岌岌可危的吕布。 如此,他努力回归并在曹操站得大势后,向曹操一方靠拢,而后,关羽,曹操等人又将目光对准了他的妻子渡逝,先是关羽请求赐给他,后来是曹操也得看看这个女子的美貌,不看不敢想,看了以后曹操都爱不释手,最后只得是落入曹操之手,要说秦一路有没有不甘,那肯定是有的。 但在大势力面前,恐怕很多聪明人都会选择明哲保身,他若真要与曹操对抗,恐怕就是命丧曹操之手了,但顶不住的是有人在身边多嘴,而这个人便是张飞,张飞抓住了曹操夺走都市这一事宜,再加上曹操的杀戮,秦一路很难不会惶恐,便跟着张飞走了,可是没走多久,秦一路似乎想到了什么,竟做出了反悔之态,恐怕放在三国时期任何一个将领的身上都很难看, 放过他,如此,秦一路一个决定便命丧张飞之手,不过好在曹操那里有杜氏和秦朗的容身之处。 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,在曹府居住,算是衣食无忧,但也得看人脸色,毕竟自己的出身摆在那里,而他也始终是个外人,如此,秦朗多是低调行事,不能抢了曹丕等人的风头,也算是一种保命之举,最令人想不到的,恐怕是曹操了。 对于秦朗这个继子,他是看重的态度,但秦朗的自知之明始终都在,或许是秦朗的自知之明使得其在曹操和曹丕称帝时,并没有太大的作为,直到魏明帝曹睿即位后,他才被曹睿重用,并且还是被曹睿亲自召回的,既然曹睿都发话了。 他也恐难不从,说到秦朗的能力显现,恐怕就是在青龙元年了,首先是在与鲜卑的对抗中,敌方率先出军,而曹魏的应对能力似乎并不强,先是落败,而后时又将矛头对向了曹魏的边郡,曹睿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管。 这时曹睿,派出的便是秦朗,可以说,在秦朗的领兵作战下,曹魏部下大获全胜,于是敌方的势力倒戈开始,有逃走的,自然也有投降的,由此,秦朗算是名声大振,曹睿自然也是世事想着秦朗,到了后来,他们所要面对的是蜀汉,并且还是诸葛亮这一军师。 但在与蜀军对峙之时,曹睿还是担忧着百姓们,对于百姓们的安抚和保护工作,曹睿便派给了秦朗,并给到他手中两万多的兵力,要知道,两军对峙起来,时间不确定,但多一分都是煎熬,而秦朗等人,足足坚持了一百多天,最后是以诸葛亮死,蜀汉撤退而告终,这其中,秦朗功不可没,除了功绩外,秦朗多年养成的低调性格也是加分项,毕竟哪个皇帝愿意, 大臣指手画脚呢?对于曹睿的作态,秦朗不做评价,并也不会向曹睿推荐任何人,在朝堂之中,怎么不算是一种生存状态呢? 如此,这一时期秦朗的生活不错,地位更是上了好几个台阶,并且在曹睿后期的将领中,秦朗毋庸置疑是出色之人,与秦朗一般,曹睿也是深受曹操喜爱之人,不过曹睿年幼时的聪慧是表现出来的,从小曹操就让他与世忠近臣等亲近, 在宴席上更是毫不吝啬地去夸奖,曹睿即位后,我们可以看出他重用贤才,但在一些情况上曹睿自身的能力也展露无遗,就如最开始的孙权进攻江夏来看,朝廷内外无一不是在劝说他赶紧支援的,但曹睿冷静分析了局势,并还从孙权的情况出发,做出不会持久的预料,果然江夏不仅有文聘坚守, 而后还加入了寻语,寻语本是曹睿派出前去慰问庶边将士的,但所谓的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,在寻语的身上深有体会,他一听说江夏遭到攻击,即使手中的兵力极少,也不妨碍他各方招兵买马,而后出现在江夏城外,随后反过来对吴军发起了进攻,最后吴军不但没有吃到甜头,还吃了一记败仗, 但其实在孙权发起的不是水战时,曹睿便知孙权想要的是攻其不备,而曹睿的先见之名也使得吴军撤退,如此,在历史的评价中,曹睿有选用忠良之说,并且他的学识出众,对于秦朗的看重更有内而外,纵观秦朗的功绩,虽说没有关于张飞等三国将领的声势浩大,但他作为臣子算是优秀的,并且低调之中不争不强,勤恳之中将功劳力得, 并在曹睿的重用下,在曹魏时期崭露头角,秦朗的经历坎坷,父亲和母亲的经历更影响深远,跌宕的人生也让他找到了在当时环境中生存的根本,在后世研究过程中,尽管和三国时期的其他将领相比。 秦朗曾经遭人忽略,可随着我国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,秦朗也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三国名将,并得到了许多人的倾慕与敬仰。 在对秦朗的生平经历进行了解过后便会发现,作为一位优秀的臣子,秦朗为人低调,且勤勤恳恳,这也注定着他能够成就一番伟业,立下汉马功劳。 可见,在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,都应做到低调行事,避免应过分高调的行为方式,影响自身前途。 秦朗落得遭人唾弃的结局,相信在认识到这一点后,也将有更多民众坚持低调处事。 秦朗为自己及国家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,因为他秦朗太过于风光,所以便引得了一些人的嫉妒, 于是在那个时候,那些人便开始想办法搞秦朗。就在这个时候,意外的事情出现了。 曹瑞身体出了问题,他感觉到他马上就不行了,所以在那个时候,想着将魏国的重担托付到秦朗的手上。 毕竟这些年来,秦朗十分地忠心,并且很有能力,因此他才会有这个决定。 但是不要这个时候,有人从中作梗,而曹瑞也相信了这个人的谗言。 于是在那个时候,决定不再将魏国的大业交与他。 并且在那个时候,将秦朗逐出了魏国。 让他今生今世,不得再入宫,就连他的孩子们也是同样的待遇。 因此,秦朗再次坠入了深渊中。 曹瑞再下了这个命令之后便后悔了,他知道自己,信了小人的谗言。 于是在那个时候,他打算重新更下自己的遗诏,不过那个时候,他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。 就这样带着遗憾离开了世间,之后的秦朗便被逐出了魏国。 自那之后,秦朗便对生活彻底地失去了信心。 从那以后,秦朗便选择了隐世,他不想再掺和世间的任何事情,最终落得了一个孤独终老的下场。 秦朗这个人的一生十分地坎坷。 母亲被夺,父亲被杀,最终凭借着自己的本事爬了上来,但是又因为小人,再次地坠入了深渊。 起初的他还有反抗之心,在最后一次被驱逐之后,他的心里面再没有任何争斗的欲望。 最终选择了隐世,孤独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感谢观看